众人拿起铲子排成一列 一身口令下达之后 与会来宾与众社友们开始种植树木 这由丰园北区福伦社所捐赠的 11株串前柳以及7株乌心石树木 在台中市议员陈青龙的穿针引线下 把它种植在丰园绿空廊道两侧 因为我常常在就被人跑步散步 我觉得绿空廊道很漂亮 但是刚好在这个空间还缺少一些树木 所以我就推荐给我们社长 我们说我们的社区服务种树 我们来挑选这个地点 请我们的专业评估 我们种了这个7株的乌心椒 台湾原生种的树木 那在北村那边配合既有的景观 我们种了11株的串前柳 那让整个景观是一致的 为了响应三月植树月活动 丰园北区福伦社举办社区服务 这次他们捐赠了17棵的桥木 给市府养工处 并且选择种植在丰园的绿空廊道两侧 在维护照料方面 则是有爱心企业想优先任养 我们的树木都经过特别的挑选 有乌心石还有串银流 这个都比较耐重的 对全球软化这么严重下 我们可以减碳又可以美化环境 那未来这边的景观 因为在大家的这个爱护之下 以及种植更多的这个 友善环境的树木之后呢 让我们这个景观更为柔化 那也更适合民众来这边休息 那对我们的环境也是一大注意 这几年来在台中市政府 极力将绿空廊道打造成 适合大嫂朋友的休闲活动空间之后 现在又有爱心团体捐赠桥木 未来树木成长茁壮之后 搭配廊道的景致 想必一定能成为拍照打卡的新景点 记者陈阳源陈文硕采访报导